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面条的新吃法 淋入两个鸡蛋 出锅外酥里软嫩 营养又解馋 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起锅烧水 把水煮至底部冒小泡泡的时候加一勺食盐 不用等水开直接把面条下入锅中 煮面条不用开水下锅 而像这样锅里水煮小泡泡就可以下入啦 这样煮出来的面条口感劲道 不会烂乎 加入食盐也是为了让面条的口感更加的好 用筷子搅拌搅拌防止其沾连在一起 面条开锅以后倒入半碗的凉水 这一步叫点水 煮面条的时候沸腾一定要加凉水 如果面条一直在锅里面沸腾的话 就非常容易造成外面熟了 里面还是硬腥的 加入凉水这样煮的才会更加的均匀 再次开锅后加入第二次的凉水 继续把面条煮熟 把面条煮至没有硬腥 像这样就可以捞出来了 煮好的面条放到凉水里面锅一遍 这样口感吃着更加的爽滑 再凉后把面条捞出来 放在一边沥干水分备用 接着根据个人的喜好准备一点配菜 我这里准备了土豆 去皮洗干净后切成薄片 然后把土豆片切成细丝 切好终叠备备用 准备两个鸡蛋磕入碗中 加一点点料酒去腥 用筷子把蛋清蛋黄充分的搅散 搅散这样就可以了 放在一边备用 把刚刚裂好水分的面条 倒到一个大碗里 搅好的鸡蛋倒进来 先用筷子搅拌均匀 然后把刚刚切好的红薯倒进来 土豆丝也放进来 加一勺盐调味 少许鸡精 少许胡椒粉 一勺生抽 先搅拌均匀 让食材入一个底味 然后少量多次的加入面粉 搅拌均匀 少量多次的加入面粉 能够更好的掌握 面条 蔬菜糊的粘稠度 不要一下子加的太多了 最后搅成像这样子所有的食材 能够很好的均匀 爆团粘稠度就可以了 然后来一点葱花 继续搅拌均匀 搅匀后像这样子就可以准备起锅了 起锅捞上食用油 油温热把刚刚搅好的面条杂树面糊放进来 用一个铲子铺平整 表面刷一层食用油 锁住水分 吃起来更香 盖上盖子 小火烙三分钟 三分钟后打开盖子 面条鸡蛋饼已经定型了 翻到面 继续煎两分钟 两面烙熟以后可以挤一点番茄酱 这是小孩最爱吃的呀 用刷子均匀的刷一刷 最后撒一点黑白芝麻增香 像这样子就可以准备关火出锅啦 闻着就非常的香 面条鸡蛋饼放在案板上 稍微晾朗再来切 把面条鸡蛋饼先切长条 然后再切成菱形块 美味的面条鸡蛋饼就可以开吃啦 吃起来外面很香 里面是软嫩的 鸡蛋蔬菜主食都有啦 营养金红又丰富 想吃的朋友 赶快动手试一试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